今天我們兩岸關係研討會 集中了我們國內最重量級的學者 有關於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四個議題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們2013、2014 持續在進行的最夯的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2014APEC馬錫會有無機會 兩岸政治對話 軍事附近機制是否帶來大突破 第二個議題是 中日政統相對 東海及歷史所遺留的問題 是否會演變成中日戰爭 台灣要如何應應 第三個議題是 面對大陸大國截取 台灣應如何借利使利 爭取最大利益 第四項是 昨天最夯的議題 民進黨這個動節台獨黨綱 民共交流是否會順暢 大陸是否會因了在721選舉 以及2016總統大選 改持中立的態度 且進而影響到國共交流 這四個目前大家都想要知道的答案 我們今天這四個議題 我的標準答案跟東野雄 跟郭震雄雄一樣 NO 不太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 我們基於國家利益 我們期待它發生 或期待它改變 那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綜合建源 我用的詞記是 立志APEC馬錫會 開啟兩岸政治對話的有力氛圍 這個認識你們可以看一下 第二個我就是說 為了避免中途戰爭 台灣淪回施加 所以我們要強化東海和平倡議 強化東海和平倡議 第三個呢 我就是說 大陸大國截取 我們看到利益在那邊 我們是不是要 借利鼠利 謀取台灣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希望 馬總統或是民進黨 政府能開啟政黨合作 政黨合作 以我們台灣的國力 做槓桿原理 謀取台灣最大的利益 第四項就是說 我們期待民進黨 能動解台獨黨康 推共民共正常的交流 促進兩岸和平正常的發展 因為如果沒有民共的交流 正常的交流 就沒有兩岸關係正常的發展 還是輪迴國共交流 單方面 我們希望是雙回進行 那所以我今天的 今天的那個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 2013我們是悲觀的 但是我希望2014我們能有 一絲絲絲的絲光透露出來 這一絲絲的絲光就是我們的期待 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希望 那我們是誰者 邀請這位誰者專家 是我們共同努力的 來達成我們台灣的這些宴檢 台場